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韩国媒体Business Maria报道指出,这显示了台积电与美国的半导体联盟关系正在加强,这也使得在先进制程与台积电竞争的三星感到不安。 而且,除了第一期4奈米厂之外,台积电还决定追加投资到400亿美元,在亚利桑那州兴建第二座晶片厂,预计生产3奈米工艺,和苹果等大客户进一步绑定。 韩国媒体指出,台积电这样的动作代表着该公司首次在台湾以外地方创建5奈米或更先进制程的生产基地。 亚利桑那州两座工厂建成后,预计能每年总共生产约60万片晶片。 而且,借由这两座新晶片厂的技术与产能,台积电将使得在美国晶片设计公司成为其忠实客户。 而根据目前的市场消息,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一批客户将会是苹果、辉达以及AMD等公司。 该韩国媒体强调,台积电的最新举动引起了韩国三星的担忧。 因为先前三星计划以全球首创的3奈米GAA技术制程,加上高度改进的4奈米和5奈米节点制程,来吸引大型晶片设计客户的青睐。 而根据三星的规划,其位于韩国的晶片厂经生产3奈米及更先进的节点制程, 预计2024年投入运营的德州泰勒式晶片厂则以生产5奈米制程为主。 这相较于台积电在美国就生产3奈米或4奈米5奈米制程来说, 三星这所未来的美国工厂将比较不受客户青睐。 因此,韩国三星现在制定了一项中长期计划,计划在未来20年内在德克萨斯州新建11家所导体工厂。 这是因为全球大多数主要的无晶圆厂晶片设计公司都位于美国, 中长期需要韩国三星在美国晶片厂开始大规模量产3奈米或更先进制程, 才能有机会进一步与台积电相抗衡。 而且与三星不同,台积电更是在日本加大力度建设晶圆厂。 2022年4月,台积电在日本开设的第一家工厂正式动工, 由台积电、日本索尼集团和日本电装公司合建, 厂职位于日本雄本县局扬艇,预计2023年下半年完工。 台积电子公司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队ASM厂负责人表示, 按照原计划这座工厂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完工, 但在工期缩短到一年半后,目前的建设进度相当顺利, 厂方希望能在2024年12月产出首批产品。 日前,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透露, 除了目前正在日本雄本县兴建的第一座载日工厂外, 台积电不排除在日本载改新厂。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。 据日本共同社12月中上旬报道, 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, 访问了全球半导体代工龙头企业台积电总部。 他与台积电高管举行会谈, 确认携手共促台积电与索尼集团电装公司在雄本县, 共同建设的半导体工厂早日开始生产。 会谈后, 其表示希望通过日企与台积电合作, 切实确立避免半导体供应链出现不足的机制。 台积电方面在会谈中, 要求日方协助确保员工宿舍和建设国际学校等。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, 12月中旬公布的2022年三季度, 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报告显示, 台积电依旧是全球晶圆代工市场龙头, 占据了全球56.1%的市场份额, 排名第二的三星的市场份额只有15.5%, 与台积电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。 从这份最新成绩弹来看, 三星想追赶台积电王座变得愈发困难。 排在三星之后, 另外前十大晶圆代工厂商分别为联电6.9%, 格罗芳德5.8%, 中芯国际5.3%, 华红集团3.3%, 利基电1.6%, 世界先进1.2%, 高塔半导体1.2%, 金河集乘1%. 虽然各家晶圆代工厂商都受到上游客户砍单潮的影响, 但很明显台积电表现比三星要稳定得多。 分析显示, 台积电视战率上升主要得益于头号客户苹果的订单增加。 对比之下, 三星和大客户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理想。 今年三月份, 外媒报道称, 三星4奈米先进制程生产工艺部过关, 为高通代工的骁龙888和骁龙8G1晶片两品率低至35%, 遭到高通方面的强烈反弹, 路而因此才转单至台积电。 作为三星4奈米先进制程代工业务的主要客户, 高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。 和高通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缝后, 就有投资者担心会严重影响三星代工业务的收入和市场份额。 如今再看三季度成绩单, 可见这些猜测并非启人忧天。 不过, 从营收来看, 三星在晶圆代工方面的营收达到了55.8亿美元, 超越了其Nand Flash快闪业务营收的43亿美元, 是三星半导体业务自2017年拆分出晶圆代工业务之后, 首次营收超越快闪晶片业务, 代表三星方面正努力让晶圆代工业务成为重要的营收来源之一。 根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, 一名分析师表示, 三星晶圆代工的营收成长, 对该公司的整个半导体业务组合, 来说是个好现象, 因为晶圆代工不太容易受到行业周期性的大幅波动影响。 相对来说, 记忆体市场繁荣与萧条周期, 与全球经济状况密切相关。 当记忆体晶片价格在经济不佳的情况下持续走跌, 也连带冲击了记忆体晶片供应商的获利能力。 报道指出, 随住全球经济状况不佳, 个人电脑和手机需求趋缓情况下, 2022年11月, NetFlash的合约价格徘徊在4.14美元左右, 相较2021年底的4.81美元下跌近14%。 而且, 市场普遍预估NetFlash快闪的价格, 在2023年上半年还会进一步下跌。 相比较来看, 包括晶圆代工在内的系统半导体业务相对稳定, 因为晶圆代工商为其无晶圆厂客户制造特定的晶片获利。 另外, 三星也表示, 三星晶圆代工业务达到创纪录的单级营收和净利, 这归功于先进制程节点良率的提高。 此外, 三星还在扩大代工客户群, 从传统的无晶圆厂IC设计公司, 包括高通、 辉达、 Google、 微软和特斯拉等, 到其他想要制造自己晶片的科技公司。 而且稍令三星欣慰的是, 高通并没有放弃这段合作关系, 更没有投奔其死敌台积电的打算, 双方仍有修补关系的机会。 现在, 三星需要做的是提高良品率, 改善自己的生产工艺, 牢牢拴住高通这个优质客户。 对于未来的发展, 三星也有自己的计划继续压保三奈米先进制程, 务求在技术上超越台积电。 日前, 三星晶圆代工部门高级研究员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, 三星对三奈米先进制程的前景十分看好, 并不会因为外界盛传的缺少客户等不利消息而放缓研发步伐。 根据他的预测, 2026年, 全球三奈米晶圆代工市场规模将较当前增长20倍, 达到242亿美元。 有鉴于晶片制程微缩的困难度增加, 使得先进封装成为其中发展重点。 因此, 日前三星将负责先进封装的组织从工作组提升为独立团队, 进而帮助三星在晶圆代工业务的成长。 这也让三星预计其晶圆代工业务在第四季营收, 将比上一季有双位数百分比的成长。 可以预见的是, 三星和台积电之间的竞争还会持续下去, 即便三星晶圆代工市场份额出现下跌, 也不会轻易放弃追赶的机会。 而两大巨头的互相竞争, 或许能将晶圆代工工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